超级寒流让全台气温激动 有大楼外墙瓷砖脱落砸伤路人 专家说瓷砖大多以水泥沙浆粘着在钢筋捆凝土外墙上 瓷砖水泥沙浆遇到低温时两者收缩程度不同 造成瓷砖与水泥沙浆之间产生缝隙 就可能使瓷砖剥落 尤其是老旧建筑更要注意 至于家中地砖地砖 不像外墙遇到的温度这么低 会产生明显收缩较少发生剥落问题 但热水管线经过的地砖 或当使用快速加热型电暖器时 如果瓷砖的表面与底部冷热温度差异太大时 也可能会造成瓷砖本身越开或吐起 专家提醒 民众最近应避免走在瓷楼外面 以免遭外墙剥落瓷砖砸中 老旧大楼住户或管委会 应检测外墙有无裂缝或破损 室内部分若家中是地砖 应尽量避免使用离地面较近的 快速加热型电暖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257 9 15 11 11 20